中美俄洲际导弹核弹头数量对比 美国10枚 俄罗斯12枚 那中国呢 在众多的导弹类型当中 洲际导弹是战略和力量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它所指的是射程大于8000公里的远程弹道导弹 这类导弹具备非常大的优势 它不仅仅可以对敌方的重要军事 政治 经济目标进行打击 并且在速度和射程上都远超于其他类型的导弹 实际上 现在对于这一导弹拥有的国家都是一些大国 其中就包含了我国 美国 俄罗斯以及英国还有法国 因为这类导弹的威力十分的庞大 一般的小国也无法进行研制 因此拥有这类导弹的国家 自然也被认为是在军事实力上非常强悍的国家 也是因为这样 拥有洲际导弹的国家也时常被拿来做对比 而我国最明显的就是拿来和美国 以及俄罗斯的洲际导弹进行一定的对比 那如果在导弹携带的核弹头数量上进行一个对比的话 中美俄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美国在这一方面更占据优势的 是他们名为三叉戟的一个前射导弹 听名字就知道 它的多弹头导弹是由潜艇发射出来的 这一导弹实际上是美国新研制出来的一个洲际导弹 它可以搭载十枚核弹头 并且在打击力度上也非常的强 关于这一导弹的型号 美国后续又在它的基础上研发出来了三叉戟 爱型的弹道导弹 其中的三叉戟 I-D5系列的洲际导弹 所配置的就有三台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 在这样的配置之下 它的射程直接给达到11100公里 并且现在美国更是将它配置在了俄亥集合潜艇当中 该核潜艇一个可以携带三叉戟导弹的数量为24枚 所以这两个配置能构成一个非常强悍的打击力量 不过说到更厉害的 还是由俄罗斯的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导弹 这款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数量是12枚 俄罗斯作为继承了苏联遗产的的国家 所以在从事研发方面有更大的技术基础 在对于这一类洲际导弹的研发当中 更是有着一定的技术成就 它们的这款导弹不仅仅在射程上 还有精度以及在各方面都非常的强大之外 还有这极强的突发能力 是它们自主研发出来的一款陆基固定发射井 发射的重型液体燃料洲际导弹 这款导弹的长度为35.5米 起飞重量为208.1吨 最大射程为18000千米 实际上俄罗斯最早对于这款洲际导弹 开始研发的时候 主要目的是出于是当时 它们的撒旦洲际导弹即将退役 为了弥补它们在这一方面的空缺 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 它们开始对于这一导弹进行了研究 并且这一款洲际导弹的研发 也被列入了它们国家当中的一项重点装备 按计划萨尔玛特洲际导弹 在完成了相关的全部测试任务之后 就可以运用到俄罗斯的战略火箭军当中 其中首先对它进行装备的 将会是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当中的 乌鲁尔导弹兵团 根据相关的消息公布 这个装备计划最快会在今年就完成 一旦它们的这一洲际导弹 正是被列装入部队当中 那对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来说 一定会是一个极大的提升 与此同时也会对其他国家造成一个更大的威胁 那以这样的情况看来 在洲际导弹携带的核弹头数量上 美国是10枚 俄罗斯是12枚 那我国呢 我国现在在核弹头 携带弹头最多的是东风41洲际导弹 这也是我国最新服役的洲际导弹 它携带核弹头数量可以达到10枚 而且其中均为分导式核弹头 可以对多个目标同时进行打击 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次此类设计 所以尽管这一洲际导弹 能够携带的核弹头数量只有10枚 但是它能够达到的射程和威力来说 要比一般携带10枚核弹头的洲际导弹 还要强一些 而且东风41洲际导弹 作为我国最新一代的导弹 它具备非常不错的攻击性 是我国战略和力量当中 一个非常大的保障和支撑 在射程上 它可以达到1.2万公里 除此之外 速度直接可以达到26马赫 维持这样的速度 如果将我国的这一导弹 发射到美国的华盛顿 就只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可以抵达 并且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对目标攻击的一个偏差精度 在100米 我国这一导弹的实力 完全可以震撼美国 成为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那这就是关于中美俄洲际导弹 携带核弹头数量的一个整体情况了 从这些情况来看 三个国家当中对于洲际导弹研发 在技术方面都很不错 在性能上也都非常优秀 航母最早时期 是在二战英德海战中投入使用 还在盟军诺曼底登陆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为盟军进攻柏林 争取战争胜利 创下了不可磨灭的攻击 战后 美国意识到 在未来战争中 这种能够装在战机的航母 将是战略性武器 于是大力研发航母 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如今 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海军航母舰队 十一艘和航母相当于其他有航母的国家总和 航母虽强大 能远离国土作战 但也有攻击航母的力气 那就是反舰导弹 而我国这一领域成就也非凡 那么就有人好奇了 如若我国十个东风导弹里骑射 一次能发射出多少导弹呢 可以摧毁多少航母呢 说了你可能不信 我国虽然研制航母起步 但是在研制导弹方面 却是非常早 在1960年 我国就已经成功试射了 东风一进程战略导弹 历经几十年的努力 东风系列导弹已发展到了第三代 如今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导弹强国 美国的核航母固然强大 而我国东风导弹系列中的 东风21D和东风26 是为航母专门打造的客星 它们能精准打击海上移动目标 是一种新型中程反舰导弹 东风21D导弹的瞄准系统是最精确 被评为全球第一种 具有攻击移动目标能力的反舰导弹 据悉 我国每个导弹旅有六个导弹营 各配置有六部导弹发射车 如果是东风26的话 以此能携带六个弹头 所以十个导弹旅 一次性就可以发射360枚导弹 想象一下 这种铺天盖地的饱和打击 要是针对陆地目标 肯定要变成一片炼狱 然而用来打击海上移动的航母 即便没有把它击沉 也能重创航母 使它失去行动能力 大家也知道 航母是一国之重器 国家对它的保护措施 也是非常严密 航母出行并非单独行动 在它周边围绕着一群战列舰 导弹驱逐舰 防空舰护航 而且航母也装备有 拦截导弹的反导系统 所以再怎么强大的反舰导弹 绝不能一枚一枚发射 必须同时发射大批量的导弹 才能确保不被拦截 如果十个导弹旅 360枚导弹同一时间发射 击沉三到四艘航母绰绰有余 举分析 十个导弹旅大范围的 对航母进行保护式打击 就算没有击中航母 也能击中航母周围的护卫舰等 从而达到摧毁 航母战斗群的完整性 所以第二次发射反舰导弹 击沉航母就容易多了 如此能有多次打击能力 少则能击溃四个航母战斗群 可见东风导弹的威力了 那大家更看好 其中的一个洲际导弹呢 美纲试射明冰三 一天后解放军就有了大动作 给美狠狠上了一课 时隔不到一个月 美军再次试射民兵 削了一把河肌肉 对于这样的威慑 解放军毫不客气 一天后就滑下禁区 释放清晰信号 据《环球时报》方面综合美媒报道 美国空军准将帕特赖德已经证实 9月7日美军于加利福尼亚州 试射了一枚民兵洲际弹道导弹 以展示美国核力量的战备状态 这已经是近期美国第二次试射民兵 上一次还在8月16日 据悉这两次民兵试射目标相同 都在位于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 夸甲林环郊的靶场 民兵正是名LGM-30G弹道导弹 作为美国现有陆基和力量的核心 也是唯一一种陆基发射的 和洲际弹道导弹 本身也比较富有争议 目前来讲 洲际弹道导弹有三种发射方式 依靠导弹发射井的紧急发射平台 依靠导弹发射车的陆基机动部署平台 以及基于战略核潜艇的前射弹道导弹 战略轰炸机使用的是巡航导弹 而非弹道导弹 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威慑力 存在极大差距 故不列入此列 显然 陆基和力量就分为两种 一种是紧急发射平台 一种是陆基机动部署平台 两种各有优缺点 紧急发射平台 是一种相对古老的平台 隐蔽性好 但机动性约等于没有 部署起来非常僵化 所以各国导弹发射井 都是禁止参观且保密的 甚至还造有伪装的导弹发射井 迷惑他国 这一平台最大的优势 在于反应能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就要谈到陆基机动部署平台的优缺点了 陆基机动部署平台 机动性强 可翻山夜岭 从部署角度来讲 有很大的灵活性优势 但是因为发射平台 基于导弹发射车 所以一旦遭遇覆盖全境的核打击 不被破坏的可能性较低 而且受制于平台规模 其导弹性能和战斗部都存在一定限制 能够做到东风-41的水平 有速度 有射程 有威力 已经可谓是奇迹了 同类型导弹中稳居世界第一 与其他同行差距明显 充分展现了解放军的技术实力 而导弹发射井出于战略考量 其抗冲击能力被设计得非常强 因此遭遇核打击以后 较至机动平台反应能力更强 而且因为发射平台规模够大 能够使用液体燃料 所以在射程 速度以及战斗部上 独角之机动部署平台 有更高的上限 因此非常适合用于反击 比如目前世界上速度 威力 射程等综合实力最强的洲际弹道导弹 就是俄罗斯 跟RS-28萨尔马特 还有其前身撒弹 都是用导弹发射紧的 此外还有中国的东风 5B 在2019年阅兵式上曾经露面 乍一看 这玩意儿长得笨笨的 神似一个绑大腰圆的大胖子 静悄悄睡在车上 远没有东风-41时尚威武 但是要知道 东风 5B在1980年就问世了 比东风-41大了将近20岁 可是就算隔了这么近20年的时间 东风 5B也能跨越时代的发展 据悉 其在速度不熟东风-41的情况下 威力和射程都要大于东风-41 是捍卫民族尊严的坚强盾牌 这就是紧急导弹的优势 到如今 东风 5B已经42岁了 仍然捍卫着祖国的安定 事实上 以中国现今的导弹技术 要造出 堪比甚至超越萨尔玛特的 更强紧急导弹 也是绝对可以做到的 所以大家就不难发现 两种陆基导弹平台 导弹发射车更擅长主动进攻 而导弹发射警 则是反击更为强大 所以 中俄这两种平台 都有所保留 只是侧重点不太一样 俄罗斯现有紧急导弹 比中国厉害一点 而中国机动平台的东风系列 则是世界第一 强于俄罗斯的白洋系列 美国情况又不同 因为美国孤选海外 在美洲没有敌手 导弹发射车的灵活性优势 对美国而言 没有多少用处 所以 美国陆基平台 仅仅保留了 紧急导弹民兵 作为战略反击之用 真正主要用于进攻的 是美军的潜射导弹 潜射导弹 基于战略核潜艇 隐蔽性非常出色 而且全球国际水域巨大 核潜艇的移动范围 显然也非常大 所以 战略威射能力 是非常强的 当然缺点也是有的 因为发射环境的特殊性 受到海水阻力等因素限制 所以 在射程和速度上 对比陆基导弹明显不及 威力也有所限制 目前美军配备的三叉戟第五 可能是世界上 现役最强的潜射导弹 但是 纸面数据 比东风-41差远了 全靠隐蔽性撑场面 而美国这次试射的民兵 则妥妥的可以算作是 世界紧急导弹支持 经过我们刚才的介绍 大家应该能够发现 在技术水平持平的情况下 紧急平台的各项数据指标 应该是大于 机动平台更大于前射导弹的 但实际情况是 民兵速度 射程都比不上 机动发射的东风-41 也就依靠紧急平台天然优势 威力略大于东风-41 对比同类型的东风-41 差距就更大了 所以美军事实上 在导弹射程和速度方面 已经明显落后于中俄 这也是为什么 近年美国一直在频繁试验 高超音速武器 意图追上中俄 更要命的是 虽说民兵已经问世很多年了 但到现在 虽然偶尔还能出现 发射失败这种事 所以美方近期频繁试射民兵 就是为了警告俄罗斯 民兵老当一壮 还能用 美国还能发起核反击 俄罗斯不要妄想用核武器威慑到美国 所以这次试射民兵 美国还特地提前告知了俄罗斯一声 让俄罗斯看清楚 神似一个学习成绩不好的小孩 提前通知家长 自己期中考能考好的傲娇模样 中国虽说 因为中国台湾问题 和美国之间存在擦枪走火的可能 但是考虑到解放军 无论海陆空实力 都和美国相差无几 经济底蕴也足够强 不太可能像俄罗斯这样 必须动用核威慑 迫使北约不得介入俄乌冲突 所以中国和美国之间 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 远低于俄罗斯 不难看出 美国这次试射民兵 确确实实是剑指俄罗斯 而非中国的 但是 考虑到中美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对于美方的行径 也有可能冲击到中国 对此 中方也没保留 就在美方试射一天以后 也就是9月8日 葫芦岛海事局和大连海事局相继发布航行警告 华夏禁区 这样的大动作 无疑释放强烈信号 充分表达了解放军捍卫主权的决心 无论美方这次试射民兵是否针对中国 这一次都给美国狠狠上了一课 9月12日 岛内媒体突然爆料称 解放军在8月初的围台演习中 发射了两枚东风副17高超音速导弹 尽管该消息尚未得到各方证实 但台湾媒体却极力暗示日本自卫队 未能探测到这两枚导弹 为何台湾要在这个问题和日本杠上 老司机猜测 恐怕是因为当时日本方面率先公布了解放军导弹 穿过台湾本岛上空 落入台湾东部海域的消息 让台当局的中头鸟战术成为笑柄 这个仇 结的有点大了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施亦陆军大校8月4日表示 当天下午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火箭军部队 对台岛东部外海预定海域 实施多区域 多型号长岛火力突击 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 检验了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 台当局却装容作哑 迟迟没有拉响警报 也没有任何反应 岛内绿媒 分裂分子当时曾借此嘲讽大陆 打嘴炮 没有导弹 飞越台湾上空 结果 率先跳出来打脸的 却是日本 防务省当天发布的消息称 解放军从东京时间 14时56分至16时18分 共发射9枚弹道导弹 飞行距离 几乎350至700公里 其中4枚导弹掠过台北上空 通过日本新闻 才得知此事的岛内民众 怒批台军不拉警报 不公布 不击落的做法是装头鸟 不敢承认此事 或者压根就没有探测到 解放军的导弹 面对民众的斥责 台军方紧回应称 解放军导弹 飞行路径在大气层外 对台湾本岛并未构成威胁 因此没有拉响防空警报 岛内舆论随之而来的各种嘲讽 以及三发导弹拦截率 210%的经典笑话 老司机就不重复了 但时隔多日后 台湾媒体12日突然爆料称 消息人士透露 解放军曾在8月的演习中 发射东风副石器 高超音速导弹 台湾TVBS网站称 东风副石器导弹 于2019年首度亮相 它的弹头成扁长形 与一般弹头的原型不同 射程可达1800至2500公里 飞行速度在10马赫以上 除了速度极快 又因下降时 仅成波体滑翔 因此极难侦测与拦截 它是目前解放军 已服役的各型常规导弹中 令美军最忌惮的杀气 被认为具有攻击台湾 下足美国进入两岸争端的效果 但报道承认 对于解放军 是否真的发射了 东风副石器导弹 台湾军方还没有发声 台湾中国时报的爆料更为详细 报道称 8月初 解放军对台军演 发射了11枚导弹 有两枚为东风副石器 但弹头未装弹药 而是测试仪器的 摇测感应弹头 说的还有模有样的 反正谁也没法证实 这些消息人士的说法 不过该报道接下来 就狠狠地踩了日本一脚 报道称 台军方面公布 解放军发射了11枚导弹 而日本防卫省只公布了9枚 双方数字差了两枚 这两枚是否就是东风副石器 日本并未侦测到 尚无法了解 中国时报进一步解释说 台国防部与日本防卫省测得的 解放军导弹发射数量不一 是侦搜监控角度问题 因为日本是依靠两艘宙斯顿急驱逐舰 掌握导弹预警信息 而台湾则是靠卫星与远程预警雷达 同步侦搜 解放军导弹一点火发射 卫星红外线极有所感知 随后远程预警雷达及全程掌握 至于为什么四枚解放军导弹 飞越台湾北部上空时 台军却没有发布防空警报 该报道也解释说 是否要发布防空警报 全则是在台湾空军作战指挥部 在解散解放军导弹弹的雨落点 确定是飞越台湾上空后 空座部指挥官曹敬平中将 即下决定不发布防空警报 台媒这篇报道 贬低日本导弹预警能力的味道 就太明显了 台湾不是没能发现解放军导弹 而是确认不会构成威胁 才没有发布防空警报 相比日本的渣渣呼呼 真是高下利剑嘛 何况台湾又有卫星 又有远程雷达 导弹预警能力 可比只能看宙斯顿驱逐舰的 日本强多了 等等 台湾何时有了导弹预警卫星了 看台媒描述 恐怕指的是 美军的天机红外系统 Spurs 这是美军当前最先进的 导弹预警卫星系统 凭借高灵敏度的红外探测设备 多颗运行在不同轨道的 该系统卫星 随时监测全球范围的导弹发射活动 台媒多半是将 美国反导系统提供的导弹预警情报 算成是台湾的功劳了 要说偏重传统反导任务的 日本宙斯顿驱逐舰 无法发现在大气层内 高速滑翔的东风富士鸡蛋头 倒不是没有可能 但日本从来就不指望 独立的导弹预警能力 背后还有美国呢 话又说回来 美日在反导领域合作的紧密度 远在美台之上 无论是天机红外系统 还是部署在台湾的铺路爪 远程雷达 其实都是掌握在美军手中 因此美国提供给台湾的导弹预警情报 没有理由不给日本 换句话说 美国让台湾知道的 日本也应该知道 不管怎么样 美国提供的同一套导弹预警情报 结果让台湾和日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反正肯定有一方搞错了 以老司机为代表的吃瓜群众们 不妨继续坐着看笑话 再多说一句 如果解放军真的发射了东风副石器 台梅的说法就更有漏洞了 众所周知 东风副石器这类高超音速导弹的重要特性 就是弹道难以预测 具备在大气层内大幅度水平机动的能力 正是因为地面预警雷达 难以预测高超音速导弹的飞行轨迹 美国才决心大力打造全新的天机卫星追踪系统 所以问题来了 倘若真的发射了东风副石器 台军凭啥就认为解放军导弹不构成威胁